九位没有大学学历陆剧明星 王一博范诚诚高中 赵丽颖 杨阳中专学历 王楚然没毕业 居静一学历低硬凹学霸人设 去年热播的陆剧《我的人间烟火》 让杨阳 王楚然口碑全面崩塌 网友除了吐槽剧情 也扒出两人的学历 王楚然被爆料 疑似大学休学一直没有毕业 而杨阳则是中专学历 以下九位没有大学学历的陆剧明星 赵丽颖 杨颖都没有读大学 徐凯是高中学历 王一博是一校毕业 杨超越 宋威龙都只有初中毕业 《我的人间烟火》杨阳 王楚然的学历也热议 王楚然疑似大学休学没毕业 去年开播的陆剧《我的人间烟火》 戏里戏外都争议不断 首先是剧情被网友吐槽 主角人设 让观众无法共情 接着舆论就开始越走越偏 网友从杨阳 王楚然的选剧眼光 讨论到两人的学历 竟然有人扒出王楚然疑似大学没有毕业 在百度百科上 王楚然的界面写著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不过有网友爆料 王楚然一考上大学就休学 因为上系的规定是大一新生不能接系 而当时王楚然遇到一个演戏机会 就选择休学 上系规定学生休学时间累计不能超过两学年 而网友爆料 王楚然一直没有回去读 网友也在讨论王楚然到底毕业了没 是否拿到了文凭 如果没毕业 那么王楚然的最高学历就是高中 关于王楚然的学历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在读 有人说后来王楚然疫情期间有失讯上课 而百度百科上面显示的是已毕业 不少网友都觉得王楚然接我的人间烟火 也不知道是福还是货 至少讨论度有了 不过黑料却满天飞 也许下一次演到好角色 口碑还能再逆转吧 没有大学学历的陆剧明星一 杨阳 在我的人间烟火引起全方面吐槽后 杨阳的学历也被网友扒了出来 杨阳毕业于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 和沈腾 沙翼等男星都有军艺校草之称 很多人听这个学历都以为是大学学历 不过网友翻出杨阳以前的发言对应 发现沈腾 沙翼确实是大学学历 但杨阳是中专学历 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历分为四个层级 研究生 本科 类似我们的大学生 大专和中专 杨阳是12岁时尚的军艺 是小学毕业后就能去读的程度 而且课堂上都以艺术课居多 没有太多我们熟知的国文 数学等科目 杨阳刚出道时采访曾经透露 当年军艺一共招60多人 分为公费生和自费生 被选上的公费生可以免费读 自费生要自己付钱读 而杨阳是自费生之一 不过杨阳多年来靠住她的盛世美颜 依旧获得不少观众喜欢 从微微一笑很清承到你是我的荣耀 都获得喜爱 下一步如果表现不错 也许大家又会为了杨阳而疯狂吧 没有大学学历的陆剧明星2 徐凯 徐凯最高学历是高中 不过他有考上大学 他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金融系 但后来辍学没有毕业 因此徐凯最高学历是高中 大学时期徐凯以模特身份出道 并签约于正的欢愉影视 之后没过多久就演到《沿喜攻略爆火》 有一说法是徐凯当初辍学 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的因素 不过能考上金融系感觉也蛮厉害的了 没有大学学历的陆剧明星3 王一博 王一博是偶像男团出身 国中毕业后就被选中到韩国受训 在韩国就读的是汉林演艺艺术高等中学 后面以Unique成员出道后 也没有选择继续读大学 而王一博在陈情令爆火后 竟升为顶流明星 演艺之路也很顺遂 除了担任选秀及舞蹈节目的导师外 后续更主演了多部电视剧 如今王一博也转战电影圈 并且都是大制作 电影口碑也都很不错呢 没有大学学历的陆剧明星4 周亦然 周亦然是评级青春校园剧 当我飞奔向你窜出来的新面孔 这部剧和赵路斯的偷偷藏不住 都改编自主义的小说 但剧评更好 也让周亦然被大家认识 后续资源上升 周亦然在当我飞奔向你等多部填宠剧 演的都是学霸 校草男神 但她的学历其实不高 周亦然的最高学历高中 百科上显示她的最高学历为奉贤实验中学 但网路上有人爆料周亦然疑似高中没有毕业 不过走娱乐圈确实要趁早 周亦然窜火的也算快 2017年以歌手出道 到去年以当我飞奔向你小伙有知名度 她也才22岁而已 没有大学学历的陆剧明星舞 宋威龙 宋威龙小时候曾去少林寺学舞 学历也只有初中毕业 在16岁时因高颜值被相中 就迁入于政工作室 曾当过一段时间网红 后面才转往演员发展 宋威龙的高颜值让她星图蛮顺遂的 很快就演到男主角的位置 在下一站是幸福 以家人之名的表现 都相当亮眼 只不过这几年陷入解约风波 已经很久没拍新剧 直到去年才接下古装剧 相思令搭档杨颖 没有大学学历的陆剧明星6 杨超越 杨超越是农村出身 因为经济状况不好 所以只读到初中毕业 但她后来参加选秀节目创造营 最后也成功与火箭少女出道 杨超越出道后一直自带流量 尽管业务能力被质疑 但她的讨论度从来没低过 颜值也很受肯定 近年杨超越积极转型演员 去年除了主演《虫子》和戴波的七十集响外 也客串了杨阳 王楚然的《我的人间烟火》呢 不少网友称赞杨超越演技比最一开始有进步 《在我的人间烟火》演《鬼马少女》蛮自然的 没有大学学历的陆剧明星7 赵丽颖 赵丽颖就读的是狼房式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也就是所谓的高职 选修的是工程专业 基本上毕业后都是当空姐居多 不过赵丽颖因不想当空姐 所以最后选择在家旁边的公司当销售 而赵丽颖虽然学历不算高 但她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 不论国民度还是人气都很高 也有不少爆款剧《花千古》 《珊珊来了》 《楚桥传》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等 经典作品 更有《风吹半夏》和《幸福到万家》两部正剧 大家都觉得赵丽颖挑剧眼光不错 演技也好 戏录很广 没有大学学历的陆剧明星吧 杨颖安德勒贝比 杨颖就读的是加诺萨盛新商学书院 也是只有高中学历毕业 而杨颖其实早在14岁时 就以模特出道 算是年纪很小就进入演艺圈发展 虽然一路上演技饱受质疑 但杨颖的颜值没得挑 情商又高 还是让她很受到粉丝欢迎 去年暑期当杨颖默默播了两部剧 一部是搭档人家伦的《暮色新约》 一部是搭档马天宇的《古装剧成员》 只不过两部剧都播得比较默默 碰上《我的人间烟火》 《长相思》 《玉古瑶》等强档剧 这两部剧几乎毫无话题 其实不到大烂剧的程度 就是热度不高 没有大学学历的陆剧明星9 居静一 居静一也是中专学历 她的最高学历为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后来居静一参加学校 并脱颖而出成为SNF4827生成员 出道以来居静一也因为超高颜值 而拥有许多死忠粉丝 近年居静一也演了一大波古偶剧 像是今年的花柔 过去的嘉南传 如意芳菲 芸汐传 都很受欢迎 居静一上节目时 曾展示了播自己的英语口语 要知道敢在镜头里说英语的艺人可不多见 就算是欧阳娜娜这种从小国外留学的女孩子 都会觉得说英语很害羞 生怕自己的发音不标准 但是居静一却好像完全没有这方面顾虑 非常自信地来了一段朗诵 嘉宾们都非常给面子 一副认真欣赏被她感染到的样子 唯独一旁的马博谦 作为一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美籍华人 在听到了居静一的英语朗诵之后 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的不自然 全程咬着牙的样子 看起来好像真的很难忍受她的表演 跟一旁非常好听的字幕完全不搭 大家都说 马博谦在现场听的样子 估计就是最真实的反应了 如今学历不再只是定义一个人的唯一方法 不少明星 虽然没有走和大家一样的求学道路 但依然在自己的领域闯出一片天 我说这位是正在右边 从小我们的发现 对白纯处 因为我们掌处 不像我所掌处